连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 当地时间3月30号 匈牙利国会通过了新冠疫情法案 允许政府在不经国会同意的情况下 无限期延长紧急状态 目前,匈牙利的疫情防控局势如何 中医药在当地疫情防控中发挥了哪些作用 近日,中新社记者连线了匈牙利华人朱医师 匈牙利东方国药集团创始人陈振 作为首家华人在欧洲独资 符合欧盟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天然药物制药厂的所有者 陈振在疫情之初就投身抗疫之中 凭借多年行医经验 他通过当地华文媒体 撰写介绍中医及气候养生的文章 为民众提供防疫建议 你看最早的时候 我们就把武汉的经验和中医方案 我们都及时通过 我们这个成果是要防这个系列 有Facebook、有脸书、微信等 各种媒体平面的、纸媒的、信息的、微信、邮箱、电话 什么都在做 所以多方面的防御在做 我感觉这样才能 汇聚到每个人争取 争取更多的人受益 鉴于匈牙利在气候特点、用药规定等方面与中国的差异 陈振在参考中国国家卫健委 及各省中医诊疗指导方案的基础上 对用于当地的抗疫中药方进行了改良 当地的特点 一是从疲惫开始 大量的姜黄和生姜 再用这个紫苏和苏梗 是纪律器 同时这个活血化育 我们动众的那个小的红花 和剑草 给它活血化育 得通得解 被得了 清了废气 味就 整个就没有这些损伤 就不会有众的 所以中药在这次抗疫中 是无法取代的作用 我想 为了助力匈牙利抗疫 从当地时间2月27号起 陈振的企业每天都会在布达佩斯 欧洲广场商贸中心 和唐人街商贸中心等地的华人商铺或餐厅 为民众免费提供改善免疫系统的中医药茶 还有一个美食城老板 原来没想在那射点 他主动要求 陈博士给我来点药吧 我说送 拉着大车的药送给他 他从早到晚 从早上6点到晚上10点 不间断地煮 煮到11点的时候 中国人聚集有一个市场 就在喇叭里喊 11点了 药煮好了 大家来喝陈博士煮的药了 哎呀 大家就 孩子对来喝药 当地的华侨华人和留学生 是陈正关注的重点 为此他所在的企业会同侨团侨社 组建了100多个抗疫微信群 收集求助信息 为避免途中交叉感染 企业通过邮寄的方式 把中药包送到每位有需要的侨包和留学生手上 通过跟使馆 健康包跟使馆互动 通过跟孔苑 跟孔苑老师互动 我们能把风险的事都我们来承担吧 能把这个国内的一些经验和药 能在第一时间送到他们手中 我们就算做了一个心安理得的事情吧 目前面对欧洲严峻的疫情形势 陈正的企业正在加班加点赶工 他们还将配好中医药材 发往意大利西班牙 法国德国等国支援抗疫 他说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共生的根 希望能利用中医中药帮助受疫情困扰的人们 让这一文化得到更多人认可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共生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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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在前方 코�姑威价的比较